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摧毀生死和黏天心的價值才能救台灣 找回誠實和廉恥心的價值才能救台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鳳盟老北市的觀眾朋友 王晉晟大 大家好 我們今天怎麼這麼漂亮啊 我就是看著山路 我們來自高雄 今天高雄很勞 他在台北這裡 站起來開花 我們叫黃毅琪 我們裡面有個來賓 鄧家來賓 也叫黃毅琪 但是他是男性的 女性的 黃毅琪姐姐 先請問候一下 劉姐姐好 大家好 黃毅琪 我怎麼說要特別 要邀請來我們的鳳文網路電視 才要跟海來外的鄉親世代共同 我們來看一個台灣 現實是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很年輕 這個年輕人 無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 你要怎麼選擇你的行業 你的事業 你要怎麼選擇 這是很重要的 有的就是這個年輕人 做到一個年輕人 你看看這麼漂亮 現在我們來說 你做什麼行業 你自己自我介紹比較好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叫黃毅琪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各位親民 我做的行業 是網路的行業 那現在需要選擇一個在市面上能夠流通 也可以配合日常生活的需求行業 是現在上行的 對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在需求上面 如果經濟不是很許可之下 我們花錢真的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用品 或是在健康 或是在教育上面 能夠在這一方面在尋找這個行業的話 應該會更有發展性 是啊 因為我看到的 我前一邊看到這個疫情 你知道嗎 好喜歡 第一點喜歡就是他跟他一樣是基督部 第二點 就是我看他怎麼會這麼漂亮 怎麼可能這麼漂亮 你知道嗎 他很幸福的男人 要照顧大家 看他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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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家庭 一、兩、三、四、五、六樓 因為她也不需要我身上的外面 她就會很乾淨 她的手藝卻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跟她的驚訝 她說你為什麼會這麼漂亮 她就先介紹一個藍髮 先介紹她的髮型 要這樣就介紹我上口紅 所以我經常用這個髮型 我都不用抹粉 我就這樣 臉小小的瓊子 瓣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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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瓣 所以她就是喚味美麗 美麗就是我們的本錢 再來 又有這麼多可以介紹一下 因為我以前在美容科高級的美容科 教育這些高中生 所以對劉姊姊 我也跟她說 她的皮膚 造型 真的很欣賞 稍微給她指點一下下 她就跟她說 哇 還年輕二十歲 這麼好 年輕二十歲 我現在就不能跟她說我的年齡 年齡是秘密 你剛才說家庭主婦也好 我們花錢要花在刀口上 你就是無所不賣 就是在流通生活生活上很需要的東西 你都可以透過網路平台幫你買 如果我們自己沒辦法架構一個好的平台 在網路上面做一些行銷 那我們就要透過人家已經幫我們架構好的一個平台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這是我們目前最需求的一個市場學 是 還有網購的平台 人家是說性內地 當然產品很重要 可比說 讓你吃下去會覺得更青春 更少年 或是摸下去會比較漂亮 或是家裡用的衛生紙 剛才也沒有拿一包衛生紙來看看 衛生紙 這個衛生紙 一包也有100抽 110抽 110抽 那9塊而已 我不是說對某一個產品做廣告 就是說 她的所謂的東西都很平價 對嗎 對 都很小的 這樣 我在想 你還要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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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分配你的時間 我把我的時間 在家裡的時間 做完了以後 我也利用我的業餘的時間 算是說 譬如說送完孩子 接下來 如果是在上午的時段 我可以抽個兩小時 那下午也抽個兩小時 晚上再抽個兩小時 今天的時間 我們可以好好控制 然後把它發揮在最大的極限 做一些學習 跟一些朋友 做一些分享 那就可以進而 我們就有一個市場 這個市場 又可以連線到我們的網路 然後全世界的國家 我們可以用Line 用一些微信 這樣子就可以幫助 所有人在我們架構一個 自己的網際網路的一個市場面 但是你說跟一些朋友 對 我們剛才在說網路的平台 你說要跟一些朋友 那怎麼樣跟一些朋友 你要怎麼樣去跟 可譬如說 粗粗的時候 你就照顧家庭 家庭主婦 你怎麼去跟一些朋友 其實我們人生 我們都很多好朋友 其實我們都沒有吃好豆腐 有時候 我們可以幫助 所使用的東西 很實際 而且也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讓它 可以再從 這個使用當中 又可以 得到一點分紅利潤 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 就是我們來把我們周邊的資源結合 譬如說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左右鄰居 或是說我們出在買東西 或是說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接觸的人 其實都可以跟這個好消息跟他們說 因為很多平台根本不需要費用 就可以呢 進而的增加你的收入 增加你的一些拓展人際關係的 以而傳而的方式 是啊 所以說這樣 我有一個疑慮 就是說你說 這一些朋友結合的時候 你怎麼樣跟他 跟他在互動啊 因為你也是在做這個 他也是在做這個 你是怎麼樣去跟他互動 譬如說 其實像劉姐姐 你覺得你的皮膚不錯 可是呢 真的嗎 看一下 可是呢 真的 那透過呢 譬如說 我靠一下電話 跟他在互動說 我們公式的產品不錯 或是這個網站的東西 真的很好用 那 而且呢 我們的算是質地很好喔 可是價格很平民化 那你就可以直接上網 在平台上面直接下訂單 那下完訂單呢 他就可以摘配到家裡來了 那這樣子的結合呢 就是說 其實很多朋友 我們手機啊 打開啊 Line的資訊啊 其實都很大 對 那就把這個訊息 就可以傳遞給他們 然後呢 用了不喜歡 其實公式都可以讓全額退廢 這麼棒的一個傳遞方式 因為現在的人很少出門啊 對啊 都在網路上 按手機 按手機 按手機的時間 都差不多超過五六點鐘 這樣看手機 照你這樣說 看手機也能賺錢 對 所以有時候 要賺錢就稍微調整一下 就是在網站裡面 他也有一些教育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東西的好處是在那裡 然後這個東西 他的使用方式 然後呢 他還有拍成影片 然後讓我們去買 然後讓我們去看 不喜歡 退回公司 公司全額再回到你的帳號 我覺得這個方式 可以把我們不想出門 或是把一些人 他對於外界的那種接觸 會害怕的人 可以做一個很棒的結合 嗯嗯 對啊 這個不限年齡 也對嗎 對 不限年齡 你八十歲 阿嬤也可以 可以 只要超過二十歲 我們有限定二十歲 可以做這個 在這個網站裡面 購買東西的 平據 嗯嗯 我們這邊的老人家 尤其是我們那個 年輕人的老人家 他都很喜歡在線上購物 喔 這最好 現在人 現在年紀大的 能有智慧型手機 嗯 其實智慧型手機 就是要讓我們方便 在購物啦 在做一些資訊收集的時候 就是不用再透過 我們出在外面啊 要上學啊 或是說要學知識啊 現在都不用啦 都直接在手機就可以 秀才不出門 能自天下市啊 都可以了 像我先生現在都沒有在看電視 都看手機 新聞也都在手機上面看 對啊對啊 還比較新 對 有的他還即時新聞 一直跑馬燈 不成 這樣不就說 你說我們用到比較小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可以 有一點小確信吧 對 譬如說其實 這小確信很重要 對啊 其實我們的品牌 算是 保護公司的品牌 可是呢 我們算是很平常 開放價的價錢 對 所以讓別人感覺到 欸 這東西飲料 比人家比較小 比人家比較小 阿哥飲料的品牌 可以兼顧到 所以呢 我們全家都很喜歡 在這樣子的消費模式 進行 對 我幫你買一個起膏嘛 對 經過這個 高林的地點 他說那個起膏的包裝 起膏的包裝 他說他的後面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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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很重要的點 他說那就是 全自然的 跟化學的 他都有分 分級 然後有分顏色去辨識 這樣 結果我拿來嗶嗶 他說 啊 經然 你不會給我 那個起膏 全天然的 對 全天然的 草綠色的 就是草綠色的 就是表示說 沒有添加 都是自然的 成分 去成分 去做出來的 這個我就很放心 對 對 因為我們洗 洗水的時候 入水氣的時候 都差不多一般市民上 我們不知道說 那裡的成分是什麼 對 很多人說 洗頭門也洗得中毒 對 洗身菇沐浴乳也洗得中毒 對 所以說 我們的東西就是 天然的 天然 因為我們公司它希望 把一些好的成分 然後呢 用一個很科學的方式 製作出來 嗯 那就是像我們說的 牙膏的東西 要經過我們的嘴巴 可是我們不小心也會吞下去 吞下去 吞下去 造成了一些傷害 洗髮精 還有一些精疲毒 所以很多人很年輕的時候 奇怪它怎麼會有什麼癌症 其實都在我們的大自然的生活當中 可能一般就造成了一些傷害 我們根本都不去了解 對 是啊 再來就是說 我們洗水的時候 那個 在刷的過程 那個唾液 它已經把那個 那個牙膏會吸收進去了 對 所以說 洗水的東西應該要很注意 很注意 對 所以說 那我這兩天 心情和氣氛很好 對 說我自己的那個 是純天然的 對啊 像我婆婆 她現在要臥床 有時候臥床的老人 沒有牙齒 我也可以用這種 那種牙膏 然後就用那種 海綿式的 因為年紀大了 她幫我自己摔牙 那我就會請外老 幫她用那個牙膏 這樣子幫她摔一摔 洗一洗擦一擦 哇 這些人 其實很多都是 像植物人 或是過床的人 其實很需要一個很天然的 幫她清潔口腔的東西 對 所以說你 你今天站在這裡 你也有帶一些小確信 對 小確信來送一些朋友 對 小確信來送給我們的 聽到朋友 你如果說有從這裡經過的時候 你站在這裡 給我 紅文網路電視 幫你訪報一下 對 順便我發一份 小禮物 黃毅琪小姐 我們的 漂亮的仙女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就送一個小確信給你 OK 我希望說你會可以 經常站起來 好啊 你如果有什麼新的進訓 你就站在這裡跟我說 再來就是說 你怎麼樣經營你的平台 然後讓你的事業 做得這麼成功 這樣 講一些你的心得 其實我們周邊這些好朋友 我們如果沒有做會的時候 都跟他吃吃喝喝 可是如果呢 可以把這些人結合起來 然後呢 共創一個事業 其實好朋友 相親 這是很好 很美好的事情 以後我們也可以做得來出國啊 然後有錢賺 然後又可以呢 過一個很自由很瀟灑的生活 像你要去哪裡 我都很想跟著你 可以耶 只是我住台北 你一直住高雄啊 那第一堂電話啊 太能补stra spicy друз 叫得大家都 exist 我們現在我走到澳門去玩一下 沒辦法去香港去玩一下 對啊 真的啊 要去日本也很簡單 對啊 فسama都呼籲 跟這些我家做一些 對啊 但是因為這些好朋友啊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結交了以後 然後再一個事業體 可以一起來共創 那我們就可以有自由的時間 然後呢 自由的經濟 來跟大家一起結合 其實這就是我們高朋友最大的用處 因為我看不論現在你是坐捷運 坐公車 或是在單車 我幾次這樣看過 就是大家手機一頂一頂有大傑 像我這個年齡的大傑也是這樣玩到 結果我去看他玩什麼玩遊戲 就這樣點來點去 跳來跳去 那不是很乾脆的嗎 是啊 他們都很沒菜 那如果我們借機會吃完之後 你來點這個手機看 你可以看得到好的東西 介紹給朋友 你就可以在手機上面賺錢 對啊 我們手機其實不是來傷害自己的 是來製造一些商機 或是做到一些我們可以 創造我們未來更好的機會工具 那不是很多小孩或是老人都已經沉迷在手機的遊戲 對啊 人家說現在的手機就是阿片 阿片 以前的人都在那裡吃阿片 現在的人都在那裡吃阿片 我們現在都在那裡滑手機 就在阿片拿掉了 手機把它滑下去 那個小孩 現在人家說機不可失 手機絕對不可以丟掉 錢丟掉沒關係 手機不可以丟掉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說我們 我們換的就是要換 我們的生活品質要換得好 是 甚至說我的生活品質不好 但是我的心情過了 心情過了太好 你看看你就知道 對啊 你大家都跟一些好朋友 大家這樣這樣 這麼觀眾聰會 對啊 有一個心情就很好 對啊 還因為我保持年輕人 因為我的高的朋友裡面 在台北人算起來 我算最少年 喔 所以 開玩笑啦 三個加起來要200歲 哈哈哈哈 差不多阿 差不多阿 差不多 超過200多歲了 對不對 那個我 那個 我這樣算一個 就要400歲 400歲 現在 年紀越來越長 我們越來越長壽 對啊 我們的年齡 越成年年齡 越成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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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長了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有在 看手機子 我們就對 防疫期 漂亮的仙女 跟著就有錢賺 謝謝 跟著身體就會健康 跟著就會漂亮 對 好 謝謝 很開心 你今天可以來 我也是很開心 很久 已經都要跟我們 丟姐姐說 要來啊 結果 時間就報不出來 是啊 今天終於跟大家見面了 很高興 對 對 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對 這樣差不多 對對對 因為我們時間補充 大家都要看中 對 我們這樣 到這裡做個結算 希望你後面 便入客來台北 你就半個時間來 好 好 能夠 把你的那個 美美的 美美的事業 跟美美的心情 都好的 好的那個 小確信 帶給大家 好 好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